送出去的彩礼能否要回 隐瞒疾病结婚能否撤销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 离婚是否必须经历冷静期 婚外生的孩子究竟谁来养 家庭主妇离婚如何讨赔偿 关于婚姻家庭的种种疑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都做出明确规定 从恋爱到结婚再到夫妻权利义务 离婚稀产 民法典究竟会为我们的婚恋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我们将通过近年来发生的案例 为您通俗解读民法典中与婚恋相关的法律规定 系列节目婚恋中的民法典敬请关注 众人羡慕的家庭贵妇 家中地位却十分卑微 为了重拾尊与女人竟干了一件疯狂的事 女人究竟做了什么 夫妻俩的关系还会有转积吗 婚恋中的民法典 施衡的婚姻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九月的一天 远在外地的冯军 接到妻子张玉打来的电话 张玉声音慌张 边说边哭 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冯军终于是弄明白了 原来张玉所在的单位 这两天正接受审计部门的账务审计 张玉作为财务主管 私自挪用了单位的公款 他担心自己的行为败露 因而慌了神 不知道该怎么办 挂了电话 冯军立即订了回城的机票 但让冯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家里并不缺钱 妻子张玉 为什么要挪用单位的公款呢 要说冯军的家庭 那是真不缺钱 冯军是某国有投资公司的高管 年薪丰厚 两人唯一的儿子 现在国外留学 虽然每年的留学费用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对冯军两口子来说 却是毫不费力 冯军给张玉买了大房子 张玉每天出入高端小区 开着价值不菲的豪车 穿着打扮 一看 就是个有钱人 周围人都很羡慕张玉 嫁了个好老公 能挣钱不说 还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这样的老公 哪里找啊 婚姻是否幸福 从来都不是别人说了算 今天故事里的女主角张玉 她一面是外人眼中幸福又多金的贵妇 另一面却是内心自卑又没钱的怨妇 张玉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呢 她的婚姻到底怎么了 张玉是个要强的女人 从小就是 走出校门后 张玉进入一家国企上班 一步步地从普通的职员 做到单位的财务主管 但同时 张玉又是一个十分顾家的女人 和冯军结婚后 她发现冯军是个工作狂 冯军一心扑在工作上 对家几乎不管不问 但一个家里 不能两个人都忙着事业呀 尤其是在他们有了孩子之后 于是为了成全丈夫冯军 张玉只能在事业上做出牺牲 她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照顾家庭和孩子上 付出和回报往往是成正比的 冯军在事业上的权力付出 换来的是她在职务上的节节攀升 和在收入上的屡屡新高 而张玉呢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在她的打理下 家是一切井然有序 孩子也茁壮成长 但在事业上 张玉却落了一大节 她在单位里还是老样子 职务上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收入上更是与冯军没法比 虽然是夫妻 但张玉还是有些许的自卑 因为张玉的工资不足以应付 她这个生活水平的日常开支 缺钱花的时候 张玉都会像冯军耀 一开始张玉也没觉得这有什么 但随着家里生活水准越来越高 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张玉问冯军要钱的频率和数额 也随之提高了 这时候的冯军虽然也给 可每次给钱的时候 她都会再三地盘问张玉 这次要钱是干什么 上次给她的钱都花到了哪里 张玉的心里很不痛快 而且她也嫌这样要钱花很麻烦 于是她就向冯军提议 让冯军把她的工资卡交给自己保管 可冯军听了 却坚决不同意 冯军说 钱放到她手里 可以钱生钱 能让家庭财产保值增值 把钱交给张玉保管 张玉不懂投资 反而会使财产缩水 对此张玉只能让步 然而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张玉心寒 原来冯军不把工资卡交给自己 是另有其因 冯军根本就不相信自己 丈夫收入丰厚 却对妻子张玉十分抠门 孩子出生后 张玉为了丈夫放弃事业 夫妻矛盾反而步步升级 夫妻间发生了什么 丈夫为何要一再提防 算计妻子呢 婚恋中的民法典 失衡的婚姻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一天 张玉在翻看冯军手机时 发现冯军手机的搜索页面 竟然是某奢侈品的购物网站 张玉很奇怪 别说网购了 就连线下商场 冯军也几乎从来不去 所有的衣服 都是张玉一手才买回来的 他怎么突然有兴趣 在网上闲逛了 就在这时 张玉突然在页面上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物品 他上个星期 刚买的一个手提包 这款手提包 他可是一眼就看中的 心移了很久 后来 在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 张玉终于决定下手了 于是 他主动跟冯军说 今年的生日 他想买一个 很贵的包送给自己 当他包出 这个很贵的价格时 冯军愣了一下 他犹豫了一会儿 但还是答应了张玉 如今 包已经买回来了 可冯军 却在偷偷地搜索这款包 张玉很快就想明白了 冯军是想看看这款包的价格 以确认他转给张玉的那笔钱 是不是全部用于购买这款包了 张玉的心里凉凉的 说到底 他还是不相信自己 张玉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夫妻间 大吵了一架 慎怒之下 冯军怒吼道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闷心自问 这么多年来 对两家的老人 你一碗水端平了吗 你做到一世同仁了吗 就你这表现 我要把工资卡交给你 那不全成了你娘家的财产了 张玉自从和冯军结婚生子后 一向好强的他 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可是今天丈夫冯军 突然对他大声斥责 还将两家老人的事 也怪到了他的身上 这一切 还要从两人的家庭说起 张玉的父母和张玉夫妻俩 住在同一座城市 张玉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工人 母亲是家庭妇女 老两口全靠张玉父亲 一人的退休金生活 张玉还有一个弟弟 虽然早已成家 但因为弟弟弟媳挣得都不多 无力支付高昂的房价 所以弟弟一家三口 至今还和父母 挤在一个老旧的单元楼里 因为住得近 张玉三天两头的就往娘家跑 还总是时不时的 在经济上接济娘家 张玉还时常给父母买新衣服 有时还偷偷地给弟弟塞钱 可相比之下 对冯军的父母 张玉却冷淡多了 平常一年到头 他很少回公婆家 也很少和公婆联络 更很少给公婆零花钱 对张玉没有一碗水端平这个问题 冯军可没少给张玉提意见 每当此时 张玉都会越说越委屈 他与冯军互相让 事实上 对公公婆婆 张玉一直都有怨气 这个怨气 从她和冯军结婚时 就开始了 因为结婚时 公婆没有置办婚房 张玉结婚后 一直是和丈夫冯军 在外租房生活 这件事情一直压抑在张玉心里 不能释怀 而婚后第二年 孩子的出生 让她对公婆的积怨 进一步地加深了 从孩子出生时起 就是张玉的父母 跑前跑后地 帮忙照顾着 虽然在经济上也不宽裕 但张玉的父母 还是竭尽所能地 帮衬着张玉的小家庭 而相比之下 张玉的公婆 却一直住在外地老家 对张玉及孩子 都照顾得不多 冯军每次都解释说 父母有父母的生活 人家不想和我们掺和在一起 也很正常 我们的生活 就应该靠我们自己 张玉一听 更委屈了 靠我们自己 你说得轻巧 能靠你吗 你一天到晚的忙工作 管过家里吗 你连孩子医院的门 朝哪开你都不知道 还不是得靠我父母 于是 张玉上班后 孩子就在张玉的父母家常住了 饮食起居 都由张玉的父母负责 最难熬的是孩子生病的时候 三个大人 每次都是手忙脚乱 张玉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孩子在两岁时 突生大病 医生当时建议他 赶紧将孩子送往北京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张玉吓坏了 而冯军那时候 正好在外地出差 赶不回来 在张玉失望又绝望的时候 是他年迈的父母 给了他力量 老两口当即收拾行李 要陪着他一起去北京 张玉一直记得 他们在夜里赶绿皮火车的情景 父亲用厚厚的棉衣 将孩子裹在怀里 他和母亲则兼杯手提着 大包小包准备住院的行李 因为是临时买票 没有座位 张玉和父母只能三人 轮流着抱孩子 累了就席地而坐 到了北京后 为了省钱 他们不舍得住旅馆 只能租住在 玉宴附近的一家地下室里 地下室阴暗潮湿 母亲的关节炎犯了 横痛难忍 索性在张玉及父母 没日没夜的照顾下 孩子痊愈了 从北京回来后 父母却相继病倒了 面对父母任劳任怨的 默默付出 张玉既心疼又委屈 父母年迈多病 还要照顾她的小家 而自己的丈夫 却始终不能理解她 还一味地责怪她 说她对待公婆 没有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好 为此 张玉和丈夫之间的巨头 也变得越来越疏远 为这个问题 冯军也曾多次开导过张玉 冯军说 她的父母远在外地 身体也不太好 这是客观事实 而每个父母爱孩子的方式 都不一样 但是张玉却根本听不进去 她就是固执地认为 公婆比自己的父母差远了 因为张玉总是不能一碗水端平 冯军就有了心思 张玉每次要的那些生活费 有多少钱是花到了她的娘家 想到这里 冯军的心理就不平衡了 自己的父母可从来都不花她的钱 因此冯军说什么也不同意 将工资卡交给张玉 而且冯军还有意地控制 每次给张玉钱的数量 不让张玉有太多的闲钱 上周张玉说要买一个很贵的包 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 冯军从心里也觉得应该 况且她也有这个经济能力 去满足妻子一个奢侈的小要求 但她给了钱后就有点不放心了 张玉真的把自己转给她的钱 都用于买包了吗 那个包真有那么贵吗 好奇的她就想上网搜索一下 那款包的价格 没想到却被张玉发现了 夫妻两虽然为此大吵了一架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家庭的财务状况 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反而是夫妻之间因为互相指责 以及公开的不信任 而产生了嫌隙 而这种嫌隙在逢居被总公司调到外地后 又被进一步拉大了 张玉与丈夫陷入冷战后 她的父母又出意外 为凑钱救父亲 张玉决定自己想办法 张玉凑到了钱 却触犯刑罚 他们的婚姻还能晚离吗 婚恋中的民法典 失衡的婚姻 正在播出 没调往外地之前 冯军忙于工作 夫妻之间的交流本就不多 现在冯军被调到外地任负责人 工作压力增加了 冯军更是一心扑在了工作上 常常是几个月才回一次家 夫妻二人间的交流更少了 而让张玉尴尬的是 作为家里的女主人 她只是知道 丈夫的收入更高了 可到底有多高 她却说不清楚 反正每个月 冯军都会固定地 转给张玉一笔钱 这笔钱可以让张玉 维持基本的生活 但却很难有结余 而张玉被架在了 她所处周边环境的消费水准上 根本就攒不下钱 看着父母日渐衰老 弟弟的生活质量也远不如自己 可他却帮不上他们 张玉的心里很难过 而张玉的父母也知道 张玉在家里的经济地位 他们让张玉不要再给他们钱 可父母越是这样 张玉就越感到内疚和难堪 他觉得自己对不住父母 一天张玉的父亲 突发心脏病住院 医生建议做手术 但进口药很贵 也不能走医保 张玉想让父亲 接受更好的治疗 他说这笔钱由他和冯军出 但父亲坚决不同意用进口药 甚至还以年纪大了为由 不同意做手术 张玉知道父亲是心疼钱 自己的女儿没什么积蓄 如果让女婿出这个钱 怕掐重他们的家庭矛盾 看着病床上衰弱的父亲 张玉的心里像倒翻了五味瓶 从小到大 父亲节衣缩食 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可在父亲生病时 自己却没有能力 给父亲最好的医治 其实张玉和父亲都知道 他们向冯军开口 冯军会同意出这笔钱的 只是从父亲的角度 他不想女儿因为自己 在家里更加没了底气 而从张玉的角度 他和冯军陷在这个状况 对钱这个问题 彼此都很敏感 他不知道该怎么张这个口 张玉不知所措 每当他鼓起勇气 想找丈夫帮忙 脑子里便浮现出 丈夫平日里对他的斥责 和给钱的态度 一幕幕的画面 让他不得不选择放弃 一边是父亲的病 一边是自己可怜的自尊 就在张玉陷入两难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 另一个来钱的办法 他想到了自己的工作 张玉在单位 长期担任财务主管 有这个职务便利 可以利用 单位财务管理 不规范的漏洞 趁机挪用 并侵占公款 张玉想 要是有了这笔公款 他可以谎称 这是自己攒的私房钱 用这笔私房钱 给父亲治病 不仅名震言顺 还不用看丈夫冯君的脸色 而父母也能稍微心安理得 于是 张玉决定铤而走险 他分多次挪用公款 同时 为了应付审计 他还想办法 将单位的账务做平 然而 就在他准备 用公款给父亲做手术时 审计部门 却发现了张玉账务的问题 张玉知道 纸包不住火 他悔恨交加 但为时已晚 只好哭着 打电话 告诉了远在外地的丈夫冯君 于是 就发生了节目一开始的 那一幕 冯君从外地回来后 两人做了一次长谈 张玉考虑再三 决定去自首 自己的愚蠢行为 不仅拖累了冯君 也让自己在冯君面前 更加抬不起头 为了不影响冯君的视野 同时 也结束这段 没有尊严的婚姻 张玉主动提出离婚 但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上 张玉提出自己多年来 对家庭付出太多 他要求多分财产 那么 张玉的这一要求 有法的依据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法律知识点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我国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 夫妻一方应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 有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 有人民法院判决 根据上述规定 所谓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在家务方面付出较多义务的 在离婚时 有权请求另一方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制度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对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 给予了更加倾斜性的保护 事实上 《婚姻法》第40条也规定了这一制度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应抚育子女 照料老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补偿 但是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 一方主张离婚家务补偿 必须以夫妻双方 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归各自所有为前提 但《民法典》第1088条 删去了《婚姻法》第40条所规定的这一前提 扩大了经济补偿的范围 这也就意味着 夫妻之间无论采取何种财产制度 是共同财产制 还是分别财产制 在离婚时 任何一方均可应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而提出经济补偿的主张 本案中 张玉为了成全丈夫冯军的事业 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劳动 根据上述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 应当对张玉进行清洁性保护 因此 张玉有权在离婚时获得经济补偿 但是 面对妻子张玉提出的离婚请求 冯军却不同意离婚 经过和张玉一夜的长谈 冯军意识到 自己作为丈夫是多么的不称职 每天吃着可口的饭菜 穿着整洁的衣服 有一个舒适的家 有一个优秀的儿子 他曾经试着一切为理所当然 但这背后却是张玉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付出 冯军很后悔 以前自己只顾着工作 却忽略了张玉 没有顾及张玉的感受 而且还小肚鸡肠和妻子算计 以至于张玉一念之差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冯军认为 虽然涉嫌犯罪的是妻子张玉 但自己也难辞其咎 他请求张玉原谅 因而不同意离婚 但张玉对于离婚却态度坚决 在张玉的兼职下 冯军只能让步 并同意了张玉的一切补偿要求 之后张玉主动到办机关投案 退还了全部款项 张玉作为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 贪污公款事实清楚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玉犯贪污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张玉被采取强制措施后 冯军在医生的建议下 给岳父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方案 同时冯军还和岳父岳母 做了一次圣谈 他对岳父岳母这么多年来 对自己小家庭的辛苦付出 深表感激 而岳父岳母也力劝他们 不要离婚 于是冯军主动到婚姻登记机关 撤回了离婚登记申请 冯军还托律师带话给张玉 他知道自己错了 他会和孩子一起 等张玉行脉释放回家 张玉被感动了 此时的他也痛心疾首 冯军说的是对的 公婆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没有谁规定 父母就应该伺候儿孙一辈子 作为子女 应尊重父母的选择 如果当初自己不那么狭隘和斤斤计较 能够一碗水端平 冯军也不会不相信自己 而自己也不会在婚姻中 自卑 也最终迷失 幸好 四年之后 夫妻还将重聚 到时候 一家团圆 孝敬父母 一切都来得及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女子与男网友闪婚后 却暴露了婚前的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 而另一案例中 妻子的一种观念 竟让十几年的婚姻亮起红灯 这两个女人到底做了什么 她们的婚姻还能继续吗 婚恋中的民法典 被抛弃的女人 下期播出